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素希 他饰演的张一曼好似就是本色出演 毫无表演痕迹 一举赋予了这个角色无限的可能 同时将他自身精湛的演技也展露得淋漓尽致 从《驴的水》中的张一曼 到《无名之背》中的马佳琪 他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向前走 毫无畏惧 从未停歇 任素希在《无名之背》中饰演的马佳琪 第九位 樱桃 樱桃 相信大众们在讨论樱桃的演技时 一般都绕不开历史的《天空中东方文英》这个角色 他在饰演这个角色时 凭借对人物角色的敏锐感知 成功地勾勒出这个堪称经典的新四军女干部形象 在到《鸡毛飞上天》中的青年洛玉珠时 樱桃显然驾轻就熟 从一个四处流浪的假小子到聪慧能干的小摊主 樱桃把上个世纪南方姑娘的泼辣勇敢又吃苦耐劳的形象演绎得活灵活现 樱桃饰演的洛玉珠 他是一个十分坚韧且具有慧根的姑娘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获得了大众的赞誉与肯定 第八位 秦海璐 秦海璐 他被圈内人评价为很会演戏很懂戏的男的人才 他在演艺圈中属于较早成名的一个 在他22岁时便凭借在《榴莲飘飘》中的出色表演 摘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后桂冠 自出道以来 他几乎成了文艺片专业户 刚的琴 陶杰等口碑之作 都少不了他的角色贡献 影视剧中的秦海璐 他外表清新脱俗加之表演出神入化 将片中那些温暖的小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 虽然有人认为秦海璐外表很普通 但直奔30岁而去的秦海璐 却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聪慧 俗话说 三十而立 但我想对于他说 他是三十而立 这种立 是因智慧而获得的美丽 第七位 袁权 袁权 他是一个很纯粹的演员 一直不断地在戏剧舞台上创作好的作品 他是真心地热爱着舞台艺术 在演艺事业上他十分用心 不管片场是否有他的戏份 只要有排练 他准会到场 没有他的戏份的时候 他也会在剧场边的椅子上看着别人演 从而来充实自己的角色 袁权饰演的顾念 其实他的性格并不像是大众眼中传统概念的演员 他羞涩安静 与生人相处时可能会一天不说话 就像是人们常说的那种邻家女孩 就好似是一股干净清爽的风 第六位 江山 江山 无论在荧幕之上还是荧幕之下 他都经历了丰富的人生 他的迎评之路起点非常高 在出道初期时 就凭借电视剧《过把影》一炮而红 再加甜美的长相 大气的演技 以及一副好嗓子 他具备了成为明星的所有条件 《过把影》中的江山 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选择了一条他是稳健的实力演员之路 出道至今 他饰演了诸多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 各位角色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经典电视剧《谁在说谎》中 他把良言这一角色 矛盾复杂的心理拿捏得十分准确 把一个充满争议的母亲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第五位 郝磊 郝磊 他可以说是行走在艺术工作各领域的一类 从电影到唱片到影展 从17岁不哭的《小姑娘》 到白银帝国中的杜云青 从话剧恋爱的犀牛中激情的 明明载到如是画展光头素面的艺术行为 话剧恋爱的犀牛 他一直是如此 充满倔强绝不屈服 这位头戴文艺光环行走的女演员 永远不会轻易妥协 对待事业如此 对待感情亦如此 艾娜便要爱得轰轰烈烈 伤更是要伤得撕心涅肺 她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傲气且真实的女人 第四位 吴月 吴月 她在圈内享有大清衣的名誉 最初时她是以轻力可人的玉女出道 之后以军旅记者打响名堂 又以知性女高管心理医生等形象深入人心 诚实和踏实的演技 为她收获专业人是肯定的同时也获得了大众的垂爱 她可以说她是一位能够满足大众挑剔的口味的演员 同时在圈内也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她中坚持一个演员的本分 拍品制作品 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用演技迎口碑 在纷繁的娱乐圈中独守一份清静 第三位 严炳燕 严炳燕 她可以说是一位亲女子 镜头中的她和镜头外的她完全是两个人 她在镜头前 这旗袍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妩媚的气息 而在镜头外 她低调且随性 娇小的身影看起来好似一位凌家女孩 她的演技也十分不俗 一度被媒体称为中国的梅利尔斯特离谱 从爱情的牙齿中那的感爱感恨的北京姑娘前叶红 到守护童年中对服刑人原子女全情投入的女警官薛子莹 再到万箭穿心中 百折不挠的女扁单李宝丽 以及对手中颠覆观众认知的段颖九 她对每一个角色的塑造上都倾尽所有 只为能够做到最好 第二位于南 于南 她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演员 不是明星不是语人 是演员 不靠炒作不靠绯闻 只凭演技 她从影十七年来 一共获得过十一次最佳女主角奖项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曾加冕过影后桂冠 红唇性感冷艳魅惑 是大众给她贴的标签 在内地女演员中 她的颜值或许算不上最美的那一波 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一股别样的女人味 总是能让大众情不自禁地被吸引 第一位 刘琳 刘琳 她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实力派好演员 最早时她是在电视剧《香章树》中评借淳朴 憨厚的老诗人陶妮从而被观众熟知 但也正是这个角色 让大众对她印象一直处于陶妮的朴实中 她力求改变 之后借了大量各色类型的角色吸取优点 荣惠冠通中与磨练出了一身独属于她自己的演技流派 刘琳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饰演的王若福 刘琳 这位才多亿的演员 以其深厚的演技功底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形象 从清纯的女学生到成熟的女性形象 再到复杂多面的反派角色 她都能驾驭自如 展现出惊人的表演范围和深度 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这部剧中 她饰演的王若福一角 更是让人见识到了她卓越的演技 王若福这一角色 原本是一个性格复杂 情感丰富的人物 刘琳通过细腻如微的表情变化和恰到好处的情感流露 将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王若福的温柔体贴 还是她偶尔爆发的刚烈与决绝 刘琳都能把握得恰到好处 使得这个角色既具有传统女性的柔美 又不失现但女性的独立与坚韧 她的每一次眼神交流 每一个动作细节都透露出角色的内心活动 让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人物的情感波动 刘琳的表演风格松弛而不失力度 自然而不显作作 真实而不发感染力 她能够深入挖掘角色的灵魂 将自己完全融入到角色之中 让观众仿佛能看到角色的呼吸 听到角色的心跳 正是这种贴近生活的表演方式 使得她的每一个角色都栩栩如生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论是正面角色还是反派 刘琳都能准确把握角色的核心特质 通过精湛的演技 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 她对于角色的精准拿捏和出色表现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也获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可 刘琳的每一次演出 都是对表演艺术的一次深情致敬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真正的演员能够跨越年龄 性别 甚至道的界限 将每一个角色演艺的深入人心 给观众带来最直接的心灵震撼 和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总之 刘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演员 她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表演艺术 她的作品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她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在未来的日子里 期待刘琳能够继续为我们 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用她的艺术魅力点亮更多人的生活 在这里 我为你呈现了一幅 刘琳饰演的王若福角色画下 在这幅画中 刘琳所饰演的王若福眼神深邃 充满了智慧与温柔 仿佛能洞察人心 背景则是古色古香的庭院景致 与角色的气质相得一张 这幅画作不仅捕捉了角色的外在形象 更传达出了刘琳在 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兽中所展现的 深刻内涵和独特韵味 刘琳的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心灵的触碰 她用自己的专业精神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将每一个角色演绎的活灵活现 让人难以忘怀 这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认可 也是对她作为演员职业素养的高度赞扬 让我们期待刘琳未来能带给我们 更多这样触动人心的精彩演出 继续用她的才华和热情 为观众呈现更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当然 以上观点只是一家之言 纯属个人观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